那吃呢 吃得惯吗 你吃几个他的分量啊 吃我俩吧 两个 对 那你还行啊 他总控制我啊 是吧 住几楼啊 四楼 没电梯啊 这个真没有 真没有 那你怎么上去呢 就是确实是这个上四楼吧 真的很费气 如果说我一口气要是上去的话 那我就必须进门连鞋都不能脱 我直接就坐在沙发上换 至少要15分钟到20分钟 如果说我要是能在二楼或者三楼停一会儿 那还能好一些 就是上楼的时候 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膝盖这个部位 它承重量可能是超负荷了吧 那你就基本上是 自己就感觉到发皱那样 爬上去的 对 就硬拽着那栏杆上去 你也不背背你媳妇 真是 很关键 我永远背不动啊 这是你们俩生活当中的烦恼 你自己在平时一个人的时候 出行啊 玩啊 会有些什么烦恼呢 主要就是生活方面嘛 我现在就是买不到衣服 就是手里掐着钱 你就逛去吧 逛到一天晚上 逛到人上场关门 你也未必能买到一件 关键是买不到美观 对 我估计没人肯让你试 对啊 只要我觉得好像差不多的衣服 就问我说 我说 美女这衣服我能穿吗 连说话都懒得跟我说 不行 不能穿就不能穿呗 连句话都不打我 那出行呢 比如说坐公交车呀 基本上都是主动投两张票 因为我真的得做两张票 好失明 因为我之前吧 也是上车就投一张票 但是后来就边上坐的乘客呀 或者司机那种一样的眼神 那咋的 反正我站俩座 那我就投两票呗 那咋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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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点很好 很自觉 那我投两张票 那张座肯定不会让别人坐的 关键是没有人敢让你让坐 有一次坐车 确实是碰见一个白发汤汤的大爷 孩子啊 你坐我这吧 大爷不用 您尊大叔叔了 你坐吧 我感觉你比我需要这个座人 我说不行 这让我受不了 我说还是您坐吧 尊老爱幼啊 出租车呢 出租车呀 打低不 打低时候少一些 因为就是经常被拘载 招手停下了 没能问 我说去哪呢 走了 什么情况 我又接了一辆 师傅去哪哪哪 然后说 不好意思啊 美女 我这车那个刚大修完 现在那个限制不需要操载 我说我就一个人 他说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也超载 坐过轿车吗 坐过啊 比如说最近嘛 上周周六的时候晚上开会 回来的比较晚 然后确实是没有车了 然后正好碰见我们店长他开车回来 我说你烧我一咕噜吧 哪怕说碰见别的车了 我再坐也行 他说你快上来吧 我上去 哎呦 我得担担呢 捡捡吧 我这车忽悠一下就下去了 我说那咋这么实在没车了 你烧我一罐吧 然后说 哎呀妈 这才有点都费劲了 我说实在不行 等会找个家 我让我给你加点油吧 然后你下车的时候 那车忽悠又起了 对对对对 确实是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 对对对 嗯